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咱们也是彼此熟悉了许多 那么现在咱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模式上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导学部分 这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啊 所以老师会给大家多调调几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好啊 在这里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先确定一个本期课程的小目标 就是我们二十节课之后能够掌握立书的基本笔法 熟练的书写立书曹悬碑 老师会带着大家从基础笔画开始练起 到结构 再到创作 一点点慢慢的去学习 那么这二十节课啊 大家一定要跟紧老师的步伐 我们一起往前走 我们的上课时间呢 是每周一三五六晚上七点准时开始啊 方式呢是通过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来学习 当然如果有同学有特殊情况 今天看不了直播了 那么我们也是有回放可以看的啊 但是老师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能一起跟着直播 因为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就可以马上在弹幕里问老师 就能及时的解决对不对啊 那我们的课程呢 还有一些录播的课 里面呢是介绍有关笔墨指砚这些小知识的 有时候有时间的同学呢 我们去看一看 那咱们上完课啊 记得要及时交作业 作业就交在M站上 那么刚才讲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记好呢 记好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本节课的目标啊 今天通过老师带来的四个字 能够对横画和竖画 有一个更深刻的掌握和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的历书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对不对 可能有的同学啊 在试学课上听过一点历书课的内容 那么现在啊 严锡老师带着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历书是从传书中通过历变产生的书体 秦朝秦始皇统一文字小传 结构复杂 书写困难 我们看到屏幕最左边的这个图片 它就是小传 它不但结构看起来比较复杂 而且比较难读 对吧 同学们看起来 不是很容易能认出这个字是什么 对吧 于是为了方便书写 为了书写趋于简单容易 才出现了历书 当然了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时的一个书写材料 竹简的大量使用 由于竹简材料的特殊性 竖画不好写 才导致了历书的特殊的笔法出现 东汉时期 汉武帝采用董忠书霸数百家独尊乳术的治国理念 大家都知道 儒学对礼节要求非常的严格 对吧 提倡名节孝道 社会上崇丧厚葬 这是孝道的一种体现 所以啊 树碑历石的行为啊 就在那个时候特别兴盛 所以这个时期 课时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们现在学习的曹泉碑 就是来自于一个这样的历史背景啊 那么在这儿呢 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先学习历书 老师之前在群里面也有看到 同学们有这样的疑问 那么老师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一是呢 从历史上已有的书家书论当中 我们可见的栗书作为书法学习首选已被一些书家所提倡 二是识读和风格上 栗书啊 它是一个过渡书帖 刚刚老师也讲过了 栗书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相对于转字 它更容易识读 相对于行书 砍书它更加的大气 三呢 从技法和实践来讲 历书啊 作为初学 它更容易入门 笔法提案少 可以把笔画线条练得很扎实 更方便我们打基础 那么我们打好了基础 才能更好的往下进行学习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最后来一起看一下 曹泉碑 曹泉碑是东汉时期碑客作品 整体风格秀润典雅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曹泉碑的它这个特点是秀润典雅 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下比较 我们单独来说 曹泉碑秀润典雅 可能不是特别理解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图片就是 我们秀润典雅的代表曹泉碑 然后第二个呢 是张千碑 第三个是李契碑 我们来比较一下 张千碑给人一种古朴大气的感觉 对吧 李契碑受尽生动 那么这样一比较 大家应该很清楚能感受到 曹泉碑它秀气漂亮 对吧 秀润典雅 是吧 那么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曹泉碑的一个整体的特征 第一点就是 扁平舒展收放自如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历舒啊 它这个字形 扁长是一个共性 但是我们这个曹泉碑啊 它有的时候啊 它这字扁的不能再扁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共字和这个大字 我们再接着看第二点 不白匀衬 上紧下松 我们看这儿 这个一字 上面的横画笔画 排叠得非常的紧密 对吧 底下的撇纳 向左右 竖展开 在这儿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点啊 中锋用笔 笔断一连 然后再往下 第四点就是 如道相补 刚柔并济 虽然我们曹泉碑啊 它是一个秀美 秀美的特点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也要注意 我们这个线条啊 不能把它写的软绵绵 不能像面条一样 对吧 它还是硬挺有力的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这个基本笔画和例字 横画的两种写法 和竖画的两种写法 以及带有这四个 基本笔画的四个例字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啊 转换一下镜头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现在应该能清晰的看到 老师的桌面上摆的这些工具 还有老师的手啊 来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工具 我们这个是米字格啊 老师带大家先认一下这个格 老师在讲字的时候以后 会讲到这个米字格 我们先认识一下啊 中间的这个线 我们叫它横中线 这是竖中线 这个是左斜线 右斜线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啊 会直接说这个笔画 写在从哪个线上开始起笔写啊 好 然后呢 这是一只尖好的毛笔 因为这是第一节课啊 然后呢 可能有的同学啊 它是一只新 比较新的笔 所以在这儿呢 老师教大家如何开毛笔啊 我们这个毛笔啊 在一开始 它是这种比较尖的 我们呢 拿就在手啊 在下面左右 这样 这样滚一下 把这个毛笔的笔毛 让它散开 轻一点啊 不要特别的用力 这样把它揉一下 让它笔毛散开 接着呢 我们拿我们的笔洗啊 然后呢 在这儿 在这儿 轻轻的 润一下我们的这个毛笔 在这儿润一下我们的毛笔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多余的水啊 刮掉 不然的话写字啊 容易阴的啊 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水给刮掉 接下来啊 我们就可以站没写字了啊 好 在这儿 老师教大家一下 纸笔姿势 我们在这儿啊 来 我们同学们 先跟老师比一下这个姿势啊 老师教大家都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先比一下这个手枪的一个姿势啊 然后我们用 哎 手指尖的这一块 哎 靠住我们的毛笔 哎 方便老师 方便同学们看啊 老师在这儿测一下 我们用手指尖的位置 哎 贴住这个毛笔 然后呢 拇指 三个手指这样抓好 剩下两个手指 无名指和小指 我们这样靠在毛笔的下边 哎 我们拿笔 是用五指 五指拿笔 这样比较方便 哎 方便我们书写 我们一开始啊 在写立书啊 还是要稳一点 我们用五指指笔法在这儿 哎 中间是一个空心的啊 可以塞一个 哎 小乒乓球在这儿 哎 拿笔姿 同学们学会了吗 好 哎 我们写字的时候啊 哎 这个笔杆 是竖直的 啊 那么我们现在 开始沾墨了啊 我们沾墨的时候啊 哎 哎 要这样把 墨 沾满 哎 然后呢 把多余的墨 我们把它轻轻的刮掉啊 哎 然后老师在这儿 在这儿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写字啊 哎 要用中锋来运笔 哎 老师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 写字 中锋运笔 哎 我们看一下啊 墨 如果同学们 你在写的时候特别干的话 我们就稍微加一点水 哎 如果 如果加水加多了 写字是很容易阴的啊 阴开的话就影响我们的视觉效果了 看起来就会不好看了 对吧 哎 我们写字啊 是要用中锋 中锋运笔啊 我们来看 什么是中锋运笔 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们在写一个笔画的时候啊 哎 我们这个笔毛啊 它在这个笔画的正中间 老师的这个墨啊 有点干 我们稍微加一点水啊 来 我们看 最简单的理解方法就是 在一个笔画当中 哎 我们这个笔毛 在这个笔画的正中间 这样就是中锋啊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笔画两侧是比较光滑的一个效果 哎 那与之相对呢 是侧缝 侧缝啊 它就是笔毛 在这个笔画的侧面 哎 那我们能看到这个笔画啊 哎 两边都是这样 比较毛毛糙糙的这种感觉 啊 同学们 哎 要记住啊 我们写字的时候 哎 中锋运笔 哎 一定要记好了 老师的这个米字格啊 是8乘8厘米大的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哎 介绍了这个中锋运笔 那么我们 哎 换一张纸 我们来看 今天要学习的 这几个字啊 哎 我们再稍微放大一点 这样看的会比较清楚啊 哦 写起来不是特别光滑 是因为墨比较干吗 我们要记住啊 笔毛在笔画的中间 哎 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中锋运笔 墨干的话 我们稍微兑一点点水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哎 老师 先来写一下第一个字啊 我们先来写 第一个三字 哎 起笔 藏锋 哎 然后 我们再写第二个横画啊 我们注意看 三字 哎 先有两个短横 最后一个长横画组成 这个三字 哎 整体字形是非常的扁的 哎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字形 非常的扁长 我们来画一下 整体的字形 被压缩了 非常的扁 哎 三字 那么在这儿啊 我们先来讲一下 先来讲一下 逆风起笔啊 老师先给大家讲一下 逆风起笔 先来学习 这个短横 我们先来学 逆风起笔 我们来看啊 我们先 要知道一个概念啊 欲右 先左 哎 是这样 逆风起 先来看老师 写一个这个短横的起笔 哎 一个短横 我们这个起笔的动作啊 它是这样的 先向左 然后呢 在这儿 圆转过来 哎 再向右 哎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我们在这儿 我们先向左 哎 轻轻压一下我们的毛笔 哎 先向左 轻轻压一下我们的毛笔 哎 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儿呢 哎 圆转过来 有一个调风的动作 就调到刚刚老师讲的 我们在这个笔画当中 哎 毛笔是在这个笔画正中间的 哎 这样的起笔 拟风起笔啊 我们这个叫 我们再一起写一下啊 先向左 轻轻压一下我们的毛笔 然后在这儿 圆转过来 向右 先向左 哎 轻压我们的毛笔 圆转过来 哎 我们再向右写 我们的旗笔 在这儿 它是一个源头的旗笔 好 我们再一起练习两个按 逆风起笔 哎 先向左 轻压一下毛笔 然后在这儿 圆转过来 然后我们向右写 好 先向左 轻压毛笔 圆转过来 哎 向右写 这是我们 哎 起笔的一个动作啊 逆风起笔 哎 同学们听懂了吗 哎 我们的 眼睛 哎 看明白了吗 头 听懂了吗 哎 对 听明白 哎 看懂了就好啊 哎 现在手上可能 有的时候 办的不是特别的完美 没关系 那么我们就要刻下 哎 要多多去练习 哎 这个短横的起笔啊 还是 哎 比较容易的 对吧 哎 那我们把这个短横话讲完 啊 哎 起笔 我们写完了 哎 先向左轻压毛笔 然后呢 圆转过来 我们向右输写 哎 中锋 哎 向右输写 向右输写 这样慢慢的写啊 动作一定要慢 不能快啊 哎 逆风起 圆转过来 然后慢慢的向右输写 然后最后收尾的地方 我们慢慢的把笔尖提起来就好了 哎 自然的有一个小小的尖画在这儿 哎 但是它不是非常尖锐的一个尖 同学们可以看到啊 它不是一个尖锐的尖 它是一个毛笔自然抬起来的一个动作 一个形态 逆风起 哎 圆转向右 慢慢输写 然后渐渐的我们把毛笔抬起来 哎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同学 哎 一开始写成了这个样子 哎 有一个非常大的圆脑袋 对吧 在写的时候 稍微有一个特别大的圆脑袋在这儿啊 那同学们要注意了 哎 我们一开始起笔的力量啊 哎 一定不要特别的大 哎 我们在 都是用笔尖完成的这个动作 哎 我们动作要温柔一点啊 轻盼按我们这个毛笔 向左轻按毛笔 然后远转过来 再向右 慢慢的写 哎 动作啊 一定要温柔 向左轻按毛笔 远转过来 我们慢慢向右输写 然后呢 收尾的 我们把毛笔慢慢提起来 就可以了 短横 哎 我们就写完了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这个长横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长横的写法 老师在这儿 还是先写一遍 逆风起笔 然后慢慢的顿笔 哎 出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横这个笔画啊 我们来看 老师在这儿啊 哎 给大家讲两个概念啊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哎 它叫残头 燕尾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起头 哎 它这儿起头 哎 像不像一个圆圆的残宝宝在这儿 我们叫这儿 哎 叫它残头 就是这个残头啊 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尾巴 我们还是来画一下 我们后面啊 叫它燕尾 这是一个残头燕尾啊 前面圆圆的 我们叫它残头 后面这个顿笔 出风 舒展开 哎 它像不像我们大燕的这个尾巴在这儿 哎 我们叫它 哎 残头 燕尾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横画 哎 它上面 它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状态 底下这块 哎 它是一个小弧度 哎 像我们的水波纹一样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横画 它是有三个方向在这儿 三个方向在这儿啊 所以第二个概念就来了 就叫一波三折 啊 一个水波纹 哎 三个方向在这儿 残头燕尾 哎 一波三折 好 那么 接下来 我们来讲一下 哎 这个 长横画的写法 同样还是逆风其笔 同样还是逆风其笔 先向左 哎 轻按我的毛笔 先向左 轻按毛笔 然后呢 在这儿 转过来 然后向右写 我们看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三字 这个长横啊 哎 它这个起头 长横的起头 哎 它是一个比较方的一个形态 对吧 那么我们写的时候啊 哎 就要把这个方头的这个形态表现出来 我们先向左轻按毛笔 然后在这儿 哎 竖过来 然后调整一下笔封 我们向右输写 好 同学们 起笔这一块 听懂了吗 好 那么再跟着老师一起来写几遍啊 这个起笔的这个动作 这个方头的起笔的动作啊 先向左轻按一下毛笔 然后在这儿竖过来 我们把它方头的一个形态表现出来啊 然后呢 调整一下笔封 向右输写 哎 这是我们方头的一个横画的斜法 先向左轻按毛笔 然后竖过来 然后调封 向右斜 哎 我们注意看啊 这是一个方头 一个横画的斜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中间的过程 行笔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啊 先起笔 起笔 刚刚 我们写出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逐渐 向后右斜 哎 动作慢一点 它有一个逐渐 把笔提起来 慢慢变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哎 因为老师在这儿 哎 给大家演示啊 所以动作非常的慢 有点运开了这个木 哎 逐渐变细的一个过程 然后变细之后 再轻轻的按毛笔 再渐渐的变粗 哎 这是一个中间行笔的过程 我们看到 那个水波纹的这个形态 哎 就出来了 上边是比较平的 下边 它是有一个小弧度在这儿的 老师用的 老师用的就是普通的煎毫毛笔啊 大概三四厘米长的笔毛 笔封 来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啊 中间的行笔过程啊 我们还是带着我们的棋 棋笔动作 接着往后写 先慢慢的有一个变细的一个过程 哎 慢慢变细 然后呢 再慢慢的把毛笔按下来 再慢慢的毛笔按下来啊 然后呢 中间自然的 哎 出现了一个 哎 弧度 像水波纹一样 在这儿 好 这个上屏 哎 下弧 这是一个通过毛笔的提按来完成的 哎 这个笔画自然变细了 哎 笔画这块把毛笔渐渐提起来变细了 哎 底下自然就出现了一个小弧度出来了啊 底下出现一个小弧形就出来了 来 我们还是 我们看啊 慢慢的毛笔提起来 哎 中间有个变细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再慢慢的毛笔按下去 哎 这样的话 上屏 下弧 哎 我们这个形态就出来了 哎 它是一个提按的一个过程啊 毛笔提按的一个过程 来 那么我们接着看最后的燕尾的这一块 收笔的这一块啊 我们来看最后收笔的这一块 刚刚我们 起笔 哎 哎 中间慢慢变细 哎 再慢慢变粗 顿笔 哎 我们这块啊 顿笔有一个右下顿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再慢慢的把笔封抬起来 哎 我们后面啊 这块这个过程 这一步 哎 就是我们的收笔的这一块啊 老师单独都把它拿出来演示一下啊 我们在这儿哎 渐渐的顿下来 哎 有一个右下顿的一个感觉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它是原地右下顿啊 原地右下顿 然后呢 再慢慢的把我们的毛笔 哎 提起来 哎 出一个尖 但是注意上边啊 它是一个平出的 哎 它是一个平出的 同学们亲爱的注意啊 不要把它写成这样 哎 我们这个横画写写写 哎 老师说右下顿 哎 这样顿下来 然后再出去 这块出现了一个凹槽在这儿 哎 这样的话 一个凹槽在这儿 这样就是一个错误的写法啊 注意 它上面是一个平的 哎 注意 顿笔 哎 它是原地的 右下顿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哎 再一起练习几遍 我们注意看啊 逆风起笔 哎 然后中间慢慢变细 哎 有个提笔的动作 再慢慢的顿笔 哎 出风 六下顿 然后慢慢把毛笔提起来 那么能看见啊 起笔 和收笔 这一块顿笔最重的地方 哎 它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哎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来 我们呢 接着哎 再一起练习几遍 逆风起笔 然后呢 中间慢慢的变细 然后再渐渐顿笔 哎 平出 啊 然后上面是平的 下面是一个弧度的 啊 好 同学们听懂了吗 哎 听懂了 这个长横的写法了吗 哎 听懂了 可以在弹幕里 回复老师一下 我们再一起再练习一遍啊 逆风起笔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慢慢变细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顿笔 哎 出风 好 写不好 没有关系啊 听懂了就好了 哎 我们写不好 现在因为在课上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那我们课下还是要多多的练习的啊 哎 听得懂就好 能听到老师讲的就可以了 就好了 哎 写出来 写写的不是特别一样 那么我们课下 哎 要多多的去练习啊 同学们 好 那么我们现在哎 再完整的把这个三字哎 再写一遍 我们再一起完整的把这个三字写一遍啊 短恒 哎 逆风起笔 然后第二个小横画 哎 它稍微细了一点点啊 然后下面的一个长横 注意啊 这个长横它是一个方头的起笔 哎 哎 我们先向左轻按一下毛笔 轻按毛笔 然后在这竖过来 把它形态描绘出来啊 然后顿笔 哎 出风 那么我们看到哎 三字的这个整体 它是一个非常扁的 哎 然后上面的两个短横画 哎 几乎是一样长的 然后底下的这个长横 哎 在格子左右两边几乎没有留什么空隙 对吧 非常的舒展左右 平向舒展开了 然后我们看到啊 中间哎 它的空隙哎 非常的紧密 而且呢 这两个空隙基本上是一样大的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我们现在哎 带着刚才老师讲过的这个笔画 哎 老师又讲了一下结构 我们再一起完整的把这个三字 讲一遍 啊 再一起把这个三字写一遍啊 来 我们先写第一个笔画 一个短横逆风起笔啊 一定要注意 逆风起 向右写一个短横画 然后第二个横画 注意 哎 它稍微细了一点点 哎 和第一个横画写法上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长横 逆风起 哎 中间慢慢变细 然后顿笔 哎 出风 三字 那我们就写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一个字啊 干这个字 还是 同学们 先看老师写一下啊 我们先来看短横画还是一样的写法 先写第一个短横 逆风起笔 先向左 然后远转过来 然后慢慢向右写 这是我们短横的一个写法 然后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哎 这个是干字啊 然后顿笔 哎 出风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竖画 同样也是 逆风起笔 哎 然后向下写 竖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来讲一下 哎 这个竖画的写法 现在看一下竖画的写法 刚刚我们是学过了短横的一个写法 哎 竖画其实和短横的写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把横画竖写 哎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先逆风起笔 然后向下写 竖画 哦 这个同学 你是高同学 你说起笔怎么也藏不住风 你是觉得你的毛笔的毛会比较硬吗 老师用的是煎好的毛笔啊 那么你在写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我们动作稍微慢一点 当然了 我们新的毛笔啊 它可能在写的时候 笔风稍微锋利一点 哎 它会更弹一点 那么我写的时候要注意动作慢一点 按照老师刚才教你的这个 哎 这个动作完成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这个竖画啊 它只是把横画竖写 哎 先向上 有一个逆风的一个动作 然后 圆转过来 在这儿 然后向下写 然后在尾巴的地方啊 我们用笔尖 有一个小的收尾的一个 收笔的一个动作 哎 那我们再一起来写一下啊 先逆风起笔 先向上 哎 轻压毛笔 然后在这儿 圆转过来 哎 圆转过来 慢慢的向下写 然后在这儿 哎 渐渐把笔提起来 用笔尖 哎 回一下封在这儿 哎 这是我们树画的一个写法啊 来 我们一起再来练习几遍 这个树画的写法啊 它跟我们横画的写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 调换了一个方向 来 先向上 轻压我的毛笔 哎 一定要注意力量啊 同学们 一开始不要 把力量使得那么大劲 哎 然后再慢慢向下写 然后慢慢底下 哎 笔尖 用笔尖 轻轻回一个笔封在这儿 就可以了 稍微回一下笔 树画写不直 啊 那么我们可以 在这个树中线啊 这个树中线上 练习一下 哎 沿着这个树中线往下写 逆风起笔 然后远转向下 然后呢 到位置之后 我们慢慢的把毛笔提起来 哎 用笔尖 稍微回一下笔 就可以了 在这儿有一个回笔 小的回笔的动作啊 同学们要注意 先向上 哎 有个逆风的动作 然后在这儿 远转过来 哎 这是我们 起笔藏锋的一个动作啊 逆风起笔 哎 在这儿 远转过来 向下写 然后最后 把笔提起来 用笔尖 哎 收一下笔 好 这是我们一个树画的练习 那么 接下来 同学们 我们来观察一下 我们这个干字 我们来观察一下 看看它和三字的这个 哎 这个长横画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 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的这个 它是一个方头的 起笔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干字 它这个长横 它是一个 哎 圆头的起笔 哎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干字的这个 哎 圆头的起笔 它就跟这个短横 起笔动作是一样了 对吧 哎 我们先 向左 哎 轻压毛笔 然后 圆转过来 慢慢向右写 哎 中间有一个变细的过程 然后顿笔 出锋 哎 只有一个起笔的这个部分 跟三 有一个变化 好 这是我们干字 这个长横的一个写法 注意 它是一个圆头的起笔 一定要跟上面三字的 这个方头的起笔 去分开 干字和签字 啊 我们这个干字 我们给大家看 它这个第一笔 哎 它是一个 短横的一个写法 那我们签字 它上面 它是一个撇画的一个写法呀 哎 签字上面 它是一个撇画的一个写法啊 这个干字 上面是一个短横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认好了啊 这个字 它是干字 不是签字啊 来 那么我们 还是啊 我们再练习一下 这个长横画 哎 逆风起笔 哎 圆转过来 中间有一个变细的过程 然后顿笔 哎 出风 然后看啊 我们这个签字 它是一个 哎 圆头的一个起笔 对吧 我们看刚刚讲过的这个三字 它是一个方头的一个起笔 同学们在这儿一定要区分开啊 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哎 再把这个干字完整的写一遍 第一笔 一个短横画啊 逆风起笔 逆风起笔 然后慢慢向右写 哎 我们短横画的收笔啊 哎 它就是自然的把毛笔慢慢的提起来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笔啊 第二笔 圆头 哎 逆风起 顿笔 哎 出风 我们再来看这个竖画啊 注意 这个竖画 哎 不要写的特别的长了 哎 向下 哎 有同学说 这个竖画总是写不直 那我们看这个干字 它这个竖画正好在这个竖中线上 哎 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竖 这个竖中线往下写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干字 哎 整体的字形 同样也是非常的扁的 那所以同学一定要注意 这个竖画不要写的太长了 然后我们接着看 哎 第一个横画和第二个横画 哎 第一个短横 它和第二个长横画的一个长短的一个对比 在这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竖画千万不要写长了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中间的这个两个横画的距离 哎 它是非常的紧密的 在这 爱的非常的紧密 哎 那么 我们再一起把这个干字 哎 写一遍 带着我们上面刚才讲的结构问题啊 再把干字一起写一遍 第一笔 哎 先写我们的短横 先向左 哎 逆锋起笔 慢慢向右写 我们慢慢的把笔抬起来 就是短横的一个收笔动作啊 然后 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个长横画啊 逆锋起笔 顿笔 哎 出方 然后我们再看竖画 向下写 哎 注意不要写的特别长啊 在这 哎 用笔尖 轻轻的回一下笔封 就好了 黄一华 黄一华同学观察的字节非常仔细啊 他说短横是不是都有点像上弧 是这样 我们每个字的笔画 它都有各自的形态 哎 我们看三字的这个短横画 它就有一点略微像上弧度 哎 第一个 它是有一点略微像上弧 哎 第二笔的这个短横画 它就是比较直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干字 哎 第一个短横画 哎 也是有一点点略微像上弧的 对吧 哎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下面这个王字 哎 它的这个笔画形态 哎 跟上面 它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王字啊 还是先来看老师写一下这个字 第一笔 还是一个短横画啊 短横画 那我们看到这个王字 第一笔 还是 记住啊 逆风起笔 然后我们看到 哎 王字的第二个横画 稍微比第一个横画 稍微长了一点点 对吧 那我们写的时候 要把他这个 哎 形态写出来 哎 比第一个横画 稍微长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啊 中间的这个数画 哎 他比横画 粗了很多 我们要把这个粗细对比 给他写出来 哎 横和竖 它有一个 哎 比较明显的一个粗细对比 在这儿 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长横画 逆风起笔 然后我们向右写 顿笔 出风 啊 王字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再观察一下 这个王字的一个最后一个长横的一个写法 我们看看它跟上面的这个三和干 哎 各有什么不同 哎 那么看到了哎 这个王字 它的旗笔 哎 它是一个这样 有点像一个梯形 有点像在这低头的一个感觉 哎 梯形的一个这样的旗笔 我们的干字 哎 是一个源头的旗笔 三呢 它是一个方头的旗笔 哎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哎 在曹玄碑当中啊 它这个长横画的旗笔啊 它是有 哎 其他形态 并不是都长一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哎 一定要注意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旗笔是怎么写的 看啊 同样 还是哎 先向左 轻按我们的毛笔 哎 然后在这儿 我们把笔啊 向前 哎 向前压一下它 向左前方压一下 然后转过来 哎 然后向右写 它有一个低头的一个这样的感觉在这儿 哎 先向左 轻按毛笔 然后在这儿 转过来 然后向右写 然后向右写 这是一个 哦 我们王字 这个旗笔的一个写法 来 逆风 起笔 哎 先向左 然后注意 它是向左前方倾斜的 然后向右 哎 向右写 还是啊 中间有一个慢慢变细的过程 然后顿笔 哎 出风 哎 剩下的都是一样的动作 只有在前面起笔的过程 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形态上的一个变化 好 同学们 哎 练习几遍啊 我们练习几遍这个横画的一个旗笔 那么我们 看到啊 今天我们学了哎 三个形态的横画的一个旗笔 哎 第一个它是一个方头的一个旗笔 哎 一个方头的一个旗笔 哎 是三字 然后 第二个 我们学了一个 哎 干字 它这个长横画圆头的一个旗笔 顿笔 哎 出风 哎 是一个 哎 圆头的 那么我们今天 讲这个王字的时候 哎 我们学到了 哎 有一个向前倾 哎 有一点低头的这种感觉的一个旗笔 顿笔 哎 出风 哎 同学们要注意啊 这个长横画的这个旗笔的形态 哎 它是有变化的 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三个这个横画的一个旗笔的一个不同 好 那么我们现在啊 哎 再把王字 写一遍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逆风旗笔 哎 我们写一个短横 然后第二笔 第二笔的短横 它稍微比第一个横画长了一点点啊 同学们要注意 它只有一点点 哎 一定不要写的过长了 这个第二个横画 哎 基本上 哎 只长了一点点在这儿 然后 我们竖画啊 逆风旗笔 哎 注意我们的竖画啊 它比较粗 横和竖 哎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粗细对比 好 然后我们接着看 最后一个长横啊 逆风旗笔 哎 然后中间慢慢变细 然后顿笔 哎 出风 在这儿 好 有同学说 一和二这个横画还是有点写不好 老师在这儿还是啊 再演示一遍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旗笔的动作啊 第一个旗笔 哎 先向左 哎 轻压毛笔在这儿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头的形态描绘出来 哎 它是有一个向下 压笔的一个过程向下 然后在这儿把毛笔笔封调过来 哎 中峰运笔 向右写 哎 这是一个方头的写法啊 先向左轻压毛笔 然后呢 把毛笔竖过来 把这个方头的形态哎 写出来 然后呢 再向右 哎 调整笔方 哎 向右写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圆头的一个短 长横的旗笔啊 跟我们短横的旗笔是一样的 哎 先向左轻压毛笔 然后呢 圆转过来 向右写就可以了 哎 顿笔 出风 然后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啊 他有一点低头的这种感觉的一个长横画的旗笔 哎 哎 先向左轻压毛笔 然后 在这 向左前方 压一下笔 然后调风 转过来 向右写 然后顿笔 哎 出风 在这啊 啊 啊 厌尾写的不圆润 哎 那我们在这 动作要慢一点啊 在这 圆地 哎 又下顿 然后慢慢的 哎 把笔封这样抬起来 同学们注意啊 在这 写这个厌尾的时候啊 动作一定不要快 哎 有没有同学 像这样 在这 哎 又下顿之后 飞快的就这样出去了 啊 同学们要注意 这样的是一个错误的 哎 不要把毛笔扫出去 我们要笔笔把笔封送到位啊 顿笔 出风 哎 动作慢一点 哎 把笔封送到位 对 同学们多多练习 肯定能写出来的啊 好 那么来看这个王字 我们接着回来看这个王字啊 哎 我们来看哎 王字 一定要注意哎 哎 整体字形 还是一个非常扁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看啊 最后一个长横哎 是最长的哎 上面两个段横画哎 第二个横比第一个横就稍微长了一点点 中间的哎 中间的哎 横画的距离哎 一定要注意 距离啊 是相等的 哎 横画等距在这啊 一定要注意 横画中间的距离是相等的 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哎 再完整的 把这个 王字 写一遍 我们再完整的把这个王字写一遍啊 第一笔哎 哎 我们先写哎 一个短横 逆风起笔哎 哎 向右 注意 短横的收笔哎 哎 就自然把毛笔慢慢抬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横画 我们看 稍微长了一点点啊 逆风起 哎 向右写 然后注意 竖画 哎 注意一下 横竖的一个粗细对比在这儿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长横哎 左右舒展开 哎 平向舒展 你要注意 顿笔哎 出风 王字 王字 王字哎 我们又把它写了一遍 哎 我们要注意啊 它的结构上哎 横画等距这个问题 中间距离相等的 跟上面的哎 三字哎 是一样的 哎 写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在调风的过程当中啊 哎 我们来看啊 在调风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不是把笔提起来啊 哎 在调风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一下力量的哎 它是比较匀称的一个动作 我们用笔尖来完成哎 先向左 然后 调风过来哎 哎 向右哎 他没有一个提笔的一个过程啊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哎 在这儿一定要哎 不要在这儿停留了太久 停留太久的话哎 这一块会运开啊 整体会有一个圆圆的疙瘩 墨英开的一个这个状态在这儿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哎 来看里这个字 好 我们还是啊 先来看老师来写一下里这个字 逆风起笔 哎 写一个小竖画 然后呢 一个短横 然后我们再看哎 这块 又有一个向内收的一个短竖画 中间哎 哎 一个短横画哎 哎 要注意它是由粗到细的一个过程 最后哎 我们把它这儿收住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来看下面的这个横画啊 哎 他有一点哎 哎 像右上倾斜的这种感觉 逆风起笔 有一点右上倾斜的一个短横画 然后注意我们的竖画啊 然后注意我们的竖画啊 它是一个由粗到细 哎 一个竖画 接下来一个长横 中间慢慢变细 顿笔 哎 出风 李字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李字 哎 同样还有一个还是啊 横画等句 哎 我们来画一下 这几个横画哎 中间的距离哎 是相等的 然后我们再看哎 下面的这一个短横画 它和上面的这一个填 这一部分啊 两个竖画的齐笔的位置 哎 它是在同一条竖线上的 哎 我们要注意一下结构上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横画哎 这回同学们看一下李字的这个横画 哎 它并不是都是向上弧的一个形态了 对吧 我们来看哎 它第一个它是有一点向下弧的一个形态 然后第二个横画哎 它是比较直的哎 第三个也是比较直的 第四个哎 它的横画是右上倾斜的啊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在写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 并不是每一个横画哎 都是一样的状态 都是一样的写法啊 好 老师哎 在这教大家先写一下这个竖画啊 这个竖画哎 它是由粗到细的一个写法啊 哎 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竖法 竖画哎 逆风起笔哎 先向上 然后圆转过来 向下 然后呢 我们慢慢的啊 就自然把毛笔哎 给提起来 跟我们那个短横画的斜法哎 是一样了 只不过就是相反的哎 先向上逆风哎 然后圆转过来向下 哎 在这里底下哎 我们逐渐把毛笔提起来哎 自然 除胶 哎 自然就变细了 我们慢慢把毛笔提起来啊 来 在这 逆风起笔哎 圆转向下 哎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毛笔哎 提起来 哎 它就有一个自然 变细的一个过程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里字啊 这个里字哎 哎 西开始两个竖画哎 它都是向内收的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哎 要注意一下方向 向内收的 一个变细的竖画哎 它是一个向内收的一个状态 同学们哎 要把它写出来 它不是一个哎 竖竖直直的在这儿 哎 它是向内收的 右边的竖画也是啊 哎 它也是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形态 逆风起笔哎 向内收慢慢把笔提起来 两个竖画 一定要注意啊 向内收 向内收 我们要把它这个 写出来 这个形态啊 来 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田这一块啊 单独的提出来 我们写一下 竖画向内收由重到轻的一个变化 哎 由粗到细哎 逆风起笔 哎 渐渐把笔提起来 哎 向内收的 然后在这儿 哎 逆风起 哎 有一个短横画 哎 它是一个向上弧的一个形态 哎 它有一个小弧度在这儿 同学们写的时候要注意啊 然后在这儿 哎 哎 还有有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小竖画啊 在这儿 先向上 哎 然后圆转过来 哎 向下写 注意一下方向 哎 是向内收的啊 我们起笔 哎 这个圆转啊 它都是用笔尖完成的一个过程 同学们注意一定不要 哎 把笔毛按的特别深啊 用特别大的力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啊 我们一定要温柔一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 接着往下看啊 中间的这个短横画 哎 由粗到细 由粗到细的一个过程 然后 在下面 我们把它口封住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哎 我们屏幕上这个里字啊 它在这一块 哎 它不是断开了 没有了啊 它是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 它有一个残破在这儿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哎一定要把这个横画给补上 哎 它并不是在这儿就没有了啊 那这样就是一个错误的写法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写的时候 哎一定要注意 来 我们还是啊 再把上面这一块 这个部分 再一起写一下 逆风其别 哎 在这儿 圆转过来 向内收写 有的同学还不太明白 这个圆转过来 老师在这儿啊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啊 在这儿 我们 竖画啊 圆转过来 我们先 向上 哎 向上 顶一下毛笔 然后在这儿用笔尖把它 圆转过来 调整笔风 哎 向下写 看 圆转过来 我们上面的这个形态 它就是一个圆润的一个起笔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里字啊 它是一个向内收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把方向变一下 哎 圆转过来 向内收 啊 横画哎 它是一个有一个弧度的 同学们写的时候 要注意 然后接下来 哎 又是一个向内收的一个小数画 然后我们来看啊 横画哎 它有一个由粗变细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毛笔啊 把它慢慢提起来变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再写一个短横画 哎 把它这个封住 好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字写的时候 哎 它有一个向内收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 接下来 我们看下面啊 下面我们来看 哎 它这个短横画啊 哎 它是有一点右上倾斜的这种感觉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 哎 注意啊 我们齐笔的时候 哎 在这个横中线下 哎 收笔的时候 我们慢慢的往上写 哎 它在横中线上 哎 它是一个略微倾斜的一个横画 一个略微倾斜的一个横画啊 然后我们来看啊 最后一个长横的一个写法 先向左轻压毛笔 哎 然后圆转过来 中间哎 渐渐一个变细的一个过程 顿笔 哎 出方 哎 哎 我们来看啊 我毛笔啊 哎 这慢慢把笔提起来 哎 它就会自然出现一个弧度在这 有一个小弧形在这 上面呢 它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状态 哎 这个弧形啊 它是通过我们毛笔的提案来完成的 来 那我们在这 哎 再一起把这个长横再一起写一下啊 逆风起笔 哎 圆转向右 慢慢的提笔 哎 自然就出现了这个弧形 哎 然后再轻轻的按笔 顿笔 又下顿啊 原地又下顿 同学们一定要记好了 然后呢 慢慢的把笔封哎 提起来 慢慢的出尖 好 同学们哎 我们练习一下 自己再写一下啊 我们的笔封啊 它是有哎 很多面 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只要保证我们是中锋行笔的就可以了啊 中锋运笔哎 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哎 是能感觉到这个毛笔中锋写的时候 它是比较顺畅的一个感觉 哎 那么我们没有把笔封调正 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自己就是能感觉到哎 他写不动的一种这种感觉啊 同学们哎 要自己感受一下 中锋运笔哎 好 那么我们现在哎 再完整的把这个里字写一遍 注意哎 先写上面的这个向内收的一个短数啊 逆封齐别哎 我们向内收的一个短数 然后一个糊 有一点糊度的一个小短横 接下来啊 又是一个哎 向内收的一个数画哎 注意 它是由粗到细的一个变化啊 然后我们来看 横画哎 由粗到细慢慢的写出来 接着我们来看哎 把这个短横写出来 横竖的粗细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哎 同学们要把这个粗细对比哎 我们写出来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长横的齐比啊 我们注意哎 它跟上面的这个树画的齐比 它是在一条树线上的 逆封齐哎 它有一点右上轻铁 然后我们写这个树画啊 逆封齐由重到轻哎 有一个变细的一个过程 接着哎 我们把这个长横画哎 写好 写完 注意啊 这个长横左右舒展开 逆封齐哎 圆转过来 顿笔 出封哎 动作一定要慢哎 在这原地又下顿哎 慢慢的把笔这样提起来 我们这个里字啊 就写完了 老师在这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啊 注意我们这个横画啊 这个最后的一个长横哎 左右平向舒展开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长横要舒展开 哎 然后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一下这个 哎 短横画这个长短哎 它是跟上面的这个树画哎 它是有联系的 哎 在一条竖线上哎 哎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横画的距离 哎 它是相等的横画等距 看 横画等距啊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里字笔画比较多 而且根据我们平常的书写习惯 哎 特别容易把这个里字写的比较竖长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哎 一定要注意哎 我们在写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树画 稍微有意识的把它哎 写短一点 因为我们平常的书写习惯哎 这个这个字啊还是比较方整比较长的 对吧 那么我们在写在练习例数的时候 我们就有意识的把这个树画哎 稍微给它压缩一点压短一点 哎 我们因为这个里字啊比划稍微多一点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里字哎 再一起写一下 哎 哎 我们再一起写一下啊 逆风起笔哎 我们笔锋啊哎 哎 在写的时候一开始啊都是用笔尖来完成的哎 动作一定要温柔先向上 然后再远转过来 然后横画哎 有一个弧度 然后这边的小树画哎 向内收啊 注意我们这两个树画都是向内收的 横画哎 哎 我们由粗到细哎 向右斜 注意下面一个横画 也是啊 我们把它写出来 接着我们来写这个横画这个短横啊 注意一下它的起笔的位置和收笔的位置 逆风起笔哎 逆风起笔哎 我们温柔一点用笔尖哎 来完成我们这个逆风起笔的动作哎 然后这个横画它是又略微右上倾斜的啊 略微右上倾斜 然后竖画逆风起笔向下 哎 注意这个竖画它有一个变细的一个这个过程在这儿啊 由重到轻哎 变细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写最后的长横啊 逆风起笔哎 圆转过来 中间变细 然后顿笔 出风 哎 哎 哎 木须同学不要着急啊 如果这个笔风还是觉得调不好的话 哎 先听老师讲 哎 哎 我们一会在答疑的过程老师再仔细的给你回答这个调风的这个问题 里字啊 同学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在写的时候 在写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横画最后的一个长横画要舒展开 整体的这个字形还是比较扁长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啊 哎 完整的把今天学过的这个字 哎 再写一遍 我们完整的再把今天学过的字写一遍啊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哎 第一个字我们学习了三字 对吧 我们要注意哎 整体字形是扁长的 哎 短横画的一个写法 逆风起笔 哎 先向左轻按毛笔 然后圆转过来 向右慢慢书写 哎 渐渐的把笔这样提起来 哎 就是我们短横的收笔了啊 慢慢把笔这样提起来 然后再写第二个横画啊 第二个横画哎 稍微比第一个横画哎 细了一点点 逆风起笔 哎 向右 哎 中风韵笔啊 还是慢慢的把笔提起来 最后一个长横 注意我们这个长横的这个起笔 哎 它是一个方头的一个起笔 哎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哎 先向左 哎 轻压一下我们毛笔 然后把笔竖过来 把它这个方形的一个形态 先写出来 然后 我们向右 哎 写中间 慢慢的有一个 变细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要把注意 中间慢慢变细 哎 我们这个底下的弧形 就自然出来了 然后再渐渐的变粗 顿笔 哎 出风 哎 动作一定要慢啊 我们动作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干这个字 干 第一个很短横画啊 注意一下它的形态 逆风起笔 哎 圆转 向右斜 稍微有一点哎 向上弧的这一种感觉 哎 像我们的笑脸的一个小嘴 但是没有那么糊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来看哎 这个圆头起笔的一个长横画 逆风起笔 哎 圆转 向右斜 然后顿笔 出风 我们看到啊 这两个横画哎 中间距离还是挨的非常的紧的 然后竖画 哎 就是我把我们的短横画哎 短横横画竖写哎 就是我们的竖画的写法啊 逆风起笔 哎 向下 注意 那我们这个竖画啊 千万不要写的特别长了 因为这个字啊 整体的字形 还是一个扁长的一个状态 哎 有同学说老师我竖画写的不是特别直 哎 那我们看到啊 它是沿着竖中线写的 对吧 我们沿着竖中线写这个竖画 肯定就能写直了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哎 看王这个字 好 我们先来看王这个字啊 第一笔 逆风起 哎 一个短横画 然后第二个横画 稍微比第一个横画长了一点点 对吧 逆风起哎 转向右 哎 稍微长了一点点 那么我们注意来看一下啊 横和竖的这个粗细对比 还是比较明显的 哎 逆风起向下写竖画啊 一个比较粗的一个竖画 横和竖的这个粗细对比 哎 同学们要写出来 来 那我们来看这个王字的这个旗笔啊 哎 它是一个有一个像低头的这种感觉 哎 是一个小梯形的一个旗笔啊 顿笔 哎 出风哎 动作慢一点啊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李字 哎 李字啊 笔画稍微多了一点点 哎 竖画 而且它有一个哎 方向上的改变 哎 它是向内收了这个竖画 并不是像我们之前写的那种 竖直竖直的竖了 对吧 哎 它是一个向内收的一个短竖 向内收的一个短竖画 好 然后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短横画哎 它是有一点弧度的 哎 然后向内收的另一个小短竖 横画哎 由粗到细 最后我们写一个比较直的一个横画啊 把这个口封上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啊 下面的这个短横哎 它是右上倾斜的 逆封齐笔 哎 哎 右上倾斜 齐笔的时候在横中线下 手笔的时候在横中线上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竖画啊 竖画由重到轻 哎 下面有一点出尖的这个状态 竖画 然后最后我们来写这个长横啊 注意长横哎 左右竖展开 逆封齐笔 顿笔 哎 出封 李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在这个横画的 它这个笔画 齐笔的这个变化啊 我们现在去记它这个变化 是为了对给我们将来创作打基础 哎 因为我们在写一篇字的时候 不能都用同一个齐笔来写 它要有变化 对不对 你如果都用同一个齐笔来写 它是不是就有一个审美疲劳在这儿了 是吧 当然了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这个字的这个形态 来选 我们在这个字 哎 它是用什么样子的齐笔 是方头的 还是圆头的 哎 还是一个哎 梯形的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齐笔啊 现在记这些 哎 齐笔的样子 它是为我们创作打基础的 当然了 在现阶段 我们去哎 临摹这个字 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跟圆帖比较像 哎 一定要跟我们的字切很相像啊 好 那么我们来 哎 来看一下 来对今天学过的内容啊 进行一个小的复习 哎 那么我们 把画面 稍微缩小一点 来我们进行一个复习啊 我们一开始哎 哎 学了三这个字 对吧 一开始哎 先学习了三这个字 然后学习了我们短横的一个齐笔 哎 那注意啊 我们齐笔的动作不要太大了 哎 我们不能写出一个圆圆的脑袋在这儿 哎 然后 接下来哎 哎 我们讲了这个长横画的写法 对吧 哎 蚕头燕尾 哎 一波三折 哎 一个这样的一个写法 那么我们哎 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哎 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波画 一个像水波纹的一个这个状态 哎 齐笔我们要自己主按 动作要慢啊 然后中间的行笔 有一个提案上的变化 我们渐渐的把毛笔提起来 哎 然后再慢慢的按下去 最后盾笔 出锋 哎 注意一定啊 它是原地右下盾 哎 不能写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中间有一个小凹槽在这儿 啊 是吧 不能写出一个小凹槽在这儿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错误的写法啊 因为我们横画上面 它是一个比较平直的一个状态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哎 我们学习了干字 哎 三字 把这又完整的写了一遍 接下来我们讲了干字 哎 我们学习了这个竖画的一个写法 对吧 竖画哎 它其实就是把短横画换了一个方向 哎 横画竖写 哎 就是我们竖画的这个写法了 哎 接着往下看 哎 那这个时候呢 哎 我们讲到了 我们讲到了 哎 这个横画它有一个不同的齐笔 对吧 哎 我们在这儿 把这个齐笔 哎 分别讲了一下 在这儿有一个小的总结 在这儿 好 同学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截一下图啊 老师在这儿给大家进行一个复习 然后我们接下来啊 哎 学习了李这个字 对吧 接下来我们讲了李这个字 哎 注意我们这个小树画 哎 它是哎 稍微向内收的一个状态 哎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 哎 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注意我们这个李字 哎 这个上边部分 压的比较扁 而且两个树画 是向内收紧的 哎 向内收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把它哎 收起来一下啊 哎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我们哎 又完整的把这个字 又写了一遍 哎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长 长横画的齐笔啊 它的一个小变化 注意哎 第一个三字 它是一个方头的齐笔 哎 干字呢 它是一个圆头的长横画的齐笔 哎 王字啊 它是一个哎 稍微梯形哎 有点低头的这种感觉 哎 然后李字 哎 我们把它注意啊 这个小树画 哎 向内收 哎 它是一个圆头的一个齐笔啊 好 那么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个文字的一个今天 对于今天学习的这个字的一个总结 哎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交的作业哎 一定要图片拍照清晰 然后上传到M站当中去啊 哎 同学们都会上传作业了吗 如果哎 有同学在书写的时候觉得一开始在写字的时候手不是特别的稳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左手哎 稍微垫在我们右手下面进行一个辅助 哎 这样去写这样写字的时候呢会比较的稳啊 好 那么哎 同学们不要忘了啊 我们今天哎 有一个抽奖的活动 那么哎 同学为了保证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完整度啊 我们一会儿老师要切断一下直播 然后我们再我们不要离开 然后我们直接直接在哎 再抽奖 然后老师再给你们啊 还是不会上传作业什么 那老师再演示一遍我们上传作业啊一会儿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哎 就上到这儿 哎同学们但不要离开啊 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抽奖的活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同学们哎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是特别明白的哎 我们在弹幕里哎 问一下 然后老师呢进行一个答疑 好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哎 先把先进行一个答疑啊 抽奖活动不是天天有的啊 是正好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哎 这一周有这个抽奖的活动 第三第三横画起笔的条封 好 那么我们哎 来写一下啊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啊 哎 我们 横画的这个旗笔 它是先向左 哎 欲右先左 哎 我们先向左有一个 轻压我们的毛笔 然后在这 哎 远转过来 向右写 哎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藏锋藏锋 就是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笔 笔封藏住啊 同学们不要着急啊 同学们不要着急啊 我们抽奖一会下课前再抽 现在呢是一个答疑的过程 哎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不是特别理解 哎 我们在这儿 哎 会进行一个回答 啊 我们要注意啊 这个笔封它是一个藏住的 不是在这儿 哎 转一下这个毛笔过来 出现了一个上面这个小尖尖在这儿 不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 哎 我们藏封啊 它是在这个笔画当中 先向左轻按我们的毛笔 然后在这儿 调封 圆转过来调封 向右写 好 那我们现在哎 是对这个哎 横画的一个起笔藏封的一个 哎 一个解答 啊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藏封一定要藏好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哎 方头 大头 怎么解决 哎 那我们写字的时候哎 力量一定不要特别的大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刚开始写的时候啊 哎 要轻按我们的毛笔 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重的 哎 把毛笔这样重的压下去 然后呢 哎 因为我的毛笔是软的啊 不要这么直接哎 就压下去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头出现了啊 这样是一个 哎 错误的写法哎 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力量 来 好 那我们在这再展示一下笔峰和起笔啊 来 老师稍微把笔测一点 这样呢 同学们会看的比较清楚啊 我们先向左用笔尖轻按我们的毛笔 哎 一定要控制好力量啊 我们要把这个笔尖压住 不能让它这么转过来之后笔尖就跑出去了 哎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压住我们的笔尖 哎 力量一定要哎 使匀了 哎 在这儿 轻按毛笔向左 然后远转过来 哎 向右 起笔啊 数块的起笔也是一样的 哎 先向上 然后远转过来 然后向下写 哎 起笔的过程 好 高同学在写字的时候啊 笔封一转笔尖马上变成扁的 像排笔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力量啊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哎 起笔啊 那么现在来演示一下我们这啊 几个横画哎 他这个起头的一个形态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三的是一个哎 方头的一个奇笔 哎 老师还是同样测一点毛笔 方便大家看啊 先向左轻压我们的毛笔 先向左轻压毛笔 然后在这儿哎 我们把下毛笔哎 向下竖一下 向下竖的压一下这样 哎 我们先把 在这儿啊 先向下竖压一下 哎 哎 把这个前面方头这个形态哎 先写出来 然后呢 在这儿调整笔方哎 向右 向右写 对 我们的笔方都是力笔调封啊 因为老师在这儿方便同学们看 所以笔会倒一点哎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写字的时候毛笔要立起来 因为这有一个直播的问题 对吧 老师写字的时候笔呢 为了方便同学们看就会倒下啊 来我们再一起写一下这个方头的奇笔啊 先向左轻压毛笔哎 然后呢 向下竖过来 然后呢 再向右哎 调整笔方 把笔毛铺开 哎 向右写 然后我们向右写 这儿啊 它有一个把件件毛笔提起来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慢慢的顿下去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顿笔哎 它是在原地右下顿 然后呢 再慢慢的平出 哎 刚刚老师就讲过这个问题了 哎 注意我们的顿笔的时候哎 在这向后写哎 不是说右下顿 是这样的一个右下顿的一个过程 哎 他是在原地右下顿 原地右下顿 逐渐变重的一个过程 哎 边行边按 哎 边往后走 边按笔 然后呢 再慢慢的把笔这样提起来 来 同学们如果手里没有字贴的话啊 又看不是特别清楚这个例子 老师在这可以推荐大家啊 一个一本字贴啊 它是同学们自己私下去买哎 它是上海书画出版社 老师觉得它的印刷啊还是比较不错的 哎 看的是比较清楚的 哎 那我们刚才我们再把刚才这个方头的这个旗笔 再一起写一下啊 这个横画 先向左轻压毛笔 哎 然后这样竖过来 向右调风 然后呢 向右写啊 中间有个变细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再边走边盾 哎 然后盾笔 再慢慢把笔封抬起来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那么我们要注意了 这个起笔的这个 和收和盾笔最重的这个地方 哎 我们会看到它在一条水平线上 啊 齐笔和盾笔在这儿 它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 长横齐笔后行笔啊 它不是往右上走的啊 我们这个横画啊 它都是一个平的 平直的 要是往右上走 整体它是不是就斜上去了呀 那看上去就是歪的了 我们这个横画啊 它还是一个平直的 齐笔 哎 慢慢变细 边走边盾 哎 然后出风 注意 齐笔和盾笔这个位置 在一条水平线上呢 好 同学们不要着急啊 我们回去啊 再多多的练习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 哎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圆头的这个旗笔啊 它跟这个短横的写法是一样的 先向左 然后圆转过来 向右写 顿笔 出风 同学们不要着急啊 我们课后啊 多多练习肯定是都可以写好的 哎 我们书法啊 它还是比较要求一个量的一个过程 它不可能说写一两遍 我们就写的特别好了 对吧 哎 我们要把它有一个熟练的过程 熟能生巧嘛 哎 那么我们要写的时候注意 哎 有一个变细的过程 自然就会出现一个小的弧度在这儿 然后呢 哎 一波三折 注意下我们这个方向 哎 顿笔 右下顿 哎 然后呢 慢慢的给它提起来 哎 注意一定要慢啊 我们动作不能快 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圆润的一个状态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 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注意哎 先向左轻压一下毛笔 哎 还是演示一下这个长横画啊 然后在这儿 哎 圆转过来 向右写 然后顿笔 哎 出锋 在这儿啊 然后我们看 竖画 竖画的一个写法 哎 还是逆锋起笔 哎 然后在这儿 圆转向下写 注意啊 中锋行笔 在这儿 慢慢的把笔 哎 提起来 稍微用笔叫收一下笔 哎 我们干字的这个写法 哎 有的同学啊 哎 观察哎 非常的仔细啊 说我们这个干字 它是由细到粗的一个过程 哎 它又中间 这块有一个变粗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啊 哎 在这儿就稍微的轻按一下毛笔 哎 然后呢 用笔尖回封就好了 啊 啊 如果有同学需要自贴的话 我们自己在网上 哎 去买一下啊 老师在这儿 推荐大家 哎 印刷比较好的 就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这个教材 哎 就是这个自贴 好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同学们 哎 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弹幕里哎 发一下 还是不是特别 写的不是特别好的 不是特别能明白的啊 就还有哪里不是特别明白 来 那么我们哎 在最后把这个哎 横画 长横画在一起写一下啊 先向左哎 轻压毛笔 然后远转哎 向右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变细的过程 然后顿笔 然后顿笔 出风 在这儿啊 调整笔风啊 我们来看 先向左啊 在这儿 先向左 推一下笔 然后在这儿 圆转过来 我们都是用笔尖 来完成 在这儿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笔尖 哎 圆转过来 哎 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毛笔的笔尖 先向左顶了一下 然后圆转过来 它就自然的又调整 向右的一个这样的写法了 笔尖不是立在 哎 圆位不动的啊 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笔画 哎 它进行了一个小的一个 动作变化在这儿 圆转过来 在这儿啊 调风的一个过程 哎 先向左 哎 我们轻推一下这个毛笔 能感觉到啊 我们在写的时候 哎 能感觉到我们这个笔毛 它是先向跟纸面 哎 它是有一个 顶的一个这个动作 在这儿 然后呢 在这儿圆转过来 我们的毛笔 笔毛 自然的就 哎 转过来 平向的 扑过来了 哎 同学们自己感受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毛笔 是软的 哎 是软的 哎 手手手手 过去 啊 好 我们再 哎 再写一下啊 哎 燕尾啊 在最后收尾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顿笔 哎 它是有一个右下顿 原地右下顿的一个趋势在这儿 哎 原地右下顿的一个这种感觉 然后呢 渐渐的 平出过来 哎 哎 它是一个右下顿的一个过程 哎 有一个原地右下顿的一个这种感觉 然后慢慢的把笔提起来 哎 它不是这样 它不是这样直接把笔这样按下去了 如果这样按下去 哎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 它上面就会鼓起来 哎 如果过于 又下顿了 哎 它就会出现一个凹槽在这儿 这是我们横画燕尾的这一块啊 横画 横画写粗了 那我们下 下一遍的时候 把横画写细一点 稍微控制好这个力量就好了 好 我们在方头和圆头齐比啊 这个规律上 我们在临贴的过程啊 一定要哎 跟字切比较像 那么现在要求同学们记这一些 它的变化呢 是为了我们以后创作打基础的啊 所以现在啊 我们尽可能跟圆贴临的比较像就可以了 哎 它在这个没有什么规律的要求啊 它都是哎 根据这个字来写的 好 那么老师现在啊 哎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我们如何交作业 我们哎 用手机的同学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看一下 我们 点开我们大鹏教育这个APP 哎 然后呢 点击这个广场 它有一个小加号 对不对 点击这个小加号 哎 然后这上面就会出现弹出这块 然后我们点这个作业提交 作为提交上面我们选书法这一栏 书法这一栏之后 我们选我们的课程啊 我们课程啊 我们课程是汉丰雅韵 历书曹玄碑 我们就点进去 哎 一定要选选对期数啊 我们是1223期 然后接下来就会弹出我们的课程 在这儿 哎 点进去 然后这儿又有一个小加号啊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加号 然后我们来看提交作业的时候 哎 要讲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不然的话这个作业啊 它是提交不上的啊 然后呢 我们拍照 把作品作业拍照片 在这上传拍照 然后这样呢 作业就最后就提交 点提交就可以了 这样就提交成功了 好这位同学们 哎 知道怎么交作业了吗 好 好 那么 还是有同学没有听懂是吗 那老师哎 再讲一遍啊 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 老师再讲一遍 哎 我们点开大鹏教育 哎 这个APP 然后点广场 这有一个小加号 然后提交作业 然后选书法 然后选我们的课程 汉丰雅韵 立书曹全碑 然后呢 选对我们的七数 是12237 然后 再点进去 啊 我已经看到有同学交了作业了啊 然后呢 在这点这个小加号 哎 然后阐述一下我们想法 然后呢 再拍照片 哎 把照照片上传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最后点齐交 这样作业就会上传成功了 电脑上传作业啊 老师在这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电脑上传作业 同样的啊 这有一个作业区 哎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作业区 然后我们点这个绿色的这个 同样是一样的过程啊 然后我们选书法 然后同样啊 选对课程 然后在这点进去 把课节一定要选对啊 然后再点这个小加号 哎 是一样的过程 好 同学们 哎 那么我们就 哎 演示完了 哎 提交作业 这样都听懂了吧 对 不要不敢交作业啊 同学们交了作业 我们才能发现 我们的问题在哪 对吧 老师给你进行一个讲解 你才能更快的进步 哎 好 那么我们这个作业 作业啊 哎 我们就是尽快交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同学现在 我们 还有什么问题吗 握笔姿势是吗 来老师再说一下我们的握笔姿势啊 老师教大家是最简单的一个握笔姿势 哎 先跟老师比出一个 哎 像打手枪的一个这个姿势在这儿 我们稍微缩小一点啊 比手枪的一个姿势在这儿 哎 我们把毛笔啊 哎 先用这个手指倾靠在我们这个毛笔杆上 然后呢 先用我们三个大拇指 哎 食指中指 哎 我们这样捏住我们的毛笔 然后呢 最后 我们再 把这个无名指和小指 靠在我们这个笔杆上 哎 我们这个手啊 中间是一个空心的 大概可以放一个 哎 小乒乓球在这儿 是一个空心的啊 然后我们写字的时候 哎 笔杆要立直了 哎 我们在打基础阶段 哎 五指指比是比较稳的哎 所以老师教大家是五指指比反啊 这样 好 同学们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啊 签字长是干字啊 我们这个是干字 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哎 开始啊 那我们这节课结束了 老师先切断一下直播啊 同学们不要离开 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抽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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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